每个人都向往白头偕老的爱情 但是爱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 光女人自己付出是不行的 两个人要同心协力经营 当男人若是动了真情 你和他聊天时 他绝不会敷衍 他会认真对待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男人哪些迹象表明不爱你了呢 男人在微信上经常说这几句话 说明已经不爱你了 一 你烦不烦啊 当男人爱你人的时候 你做什么他都很喜欢 他都会对你非常有耐心 什么事情都顺着你 当男人不爱你的时候 那么你做什么他会觉得烦心 只要说话办事稍微不合他心意 他就会很不耐烦 有时甚至和你发生争执 二 不用你管我 当一个男人真心爱你 会主动让你了解他的生活 他的兴趣爱好 不愿和你分割开来 很喜欢你对他提点意见 当他对你说不用你管 其实是在委婉地告诉你 他不想你干涉他的生活 不想跟你有过多的牵扯 三 你有事吗 只要女人很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 才会时不时有事没事地给男人发信息 想知道男人在干什么 女人关心男人 才会一直想得到男人的回忆 当他一本正经地回复你有事吗 这三个字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十分生疏 就证明男人不想和你有过多的聊天 四 能不能给我点空间 当男人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 就说明你让他有点透不过去 有点感觉厌烦 当男人喜欢你的时候 他希望整天和你如雕士气 形影不离 从不分你我 对你没有什么隐私可言 手机随便看随便查 因为这个时候 对方的眼里只有一个你 容不下别人 当他对你说 能不能给我点空间 这就说明 他已经开始对你产生疲乏心思 男人都会要求留给自己世人空间 嫌你这嫌你那 对你产生反感 甚至是疲惫 这个时候 他还会慢慢开始对女人撒谎 长久下来 两人的关系如履薄冰 早晚一天会崩掉 早晚一天会 不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